第451章兄弟情谊,就这样,两人在入海台阶上,席地而坐,韩非讲起了这两年的经历,有坎坷,也有大机缘,堂哥的脸色也是一会儿喜,一会儿怒,比如说,听闻李爵当初竟然快速恢复后,他当时脸色就变了。 当然,韩非讲的故事,必须得半真半假来的。他倒是说的理所当然,比如,传授自己108道脆体残骗的尊者,又出现了,见自己修炼得不错,还给了自己全套的108道西灵战体。 又比如,种植园的江老头,骑士隐藏的爵士高手。这些事情,韩非都没有半点儿的必要去隐瞒。 然后,借着江老头,韩非顺理成章帝就成了碧海镇第四学院的学生。在堂哥听来,接下来的两年时光,可能是韩非最幸福的一段生活了。 学校的老师是多么多么的好,同学是多么多么的牛,历练又是多么多么的严格。 至于实力这一块,当年韩非测出的是被费卖。 事实上,并不是如此,这其实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成长性灵脉。 听闻此处,堂哥都惊呆了,成长性灵脉。 这绝对是罕见的超级灵脉。 当即,堂哥激动道,好好好,你且等我这次回去,我去找我师父。 依你的天资,进入天剑宗,绝对没有半点的问题。 韩非直接打断道,你得了吧,我可不去,我暴徒学院可不比你那什么天剑宗差。 堂哥疑惑,暴徒学院,真有那么强,韩非理所当然地点头,那当然,不是我跟你吹鱼。 上回,我就是干掉了千辛城孙家的一个大祖子弟。 然后,他爹特意从千辛城到二级渔场来杀我,堂哥顿时大怒,还有此事。 混蛋,孙家是吗?我记住了,韩非哭笑不得道,你记什么记啊你。 那个家伙强得不像话,比前吊者还要强。 可结果呢,被我们校长一巴掌就干跑了,堂哥顿时瞪大了眼睛,真的,假的。 比前吊者还要强,那已经是执法者的境界了,执法者乃是一方风将大力,维持着一地的治安与法度。 这么说来,你们的校长竟然是一位隐世的执法者。 这种人物,就算是在千辛城,也不多啊。 韩非微微一愣,这么一讲,白老头,恐怕真的是好厉害的那一种人。 不过,韩非随意道,你放心好了,我在暴徒学院很好。 你看,不比你天剑宗差吧?将来,有机会我自会去千辛城的。 对了,不说这个,你怎么样? 当年,你被方泽带去之后,都经历了些什么? 唐哥黑黑一笑,能干嘛呢?方泽其实就是天剑宗在外行走的学生,也算是我师兄。 我去了千辛城后,就被他带去拜师了。 然后,一直都是在秘境和战斗中度过的。 这一次来三级渔场,也是因为我实力到了高级锤吊者之后,才被放了出来。 本来说,是要等我到了巅峰锤吊者,再让我出来的。 好在师妹跟我师父软模硬泡,这才把我提前给放出来的。 韩飞的神色悠悠,用肩膀撞了唐哥一下,贼兮兮道,是不是就刚刚那个姑娘? 是不是谈恋爱了?可,没,没有,韩飞贼兮兮地一笑,怕什么,我瞅着不错啊。 据灵师,这法造诣应该不低,还能教训曹球。 应该家里有点底子,取了不亏,我看好你。 只见唐哥脸色战红,哪,哪有,灵儿他指示,我,我师妹,韩飞一手拍在唐哥肩膀上,嘖嘖嘖。 灵儿,你丑丑,叫得多亲切,看来,这是妥了,男人嘛,总得找对象的,唐哥尴尬地耸了耸肩,对了,那刚刚那个白衣服的,韩飞咧嘴一笑,我小媳妇儿。 不是我跟你吹,我天天收拾它,现在给我收拾得乖巧的不得了。 唐哥,那刚刚,你好像被揪着耳朵,韩飞脸皮微微一红,苛苛。 你不懂,这叫情趣。 啥时候,你跟那灵儿姑娘的关系更进一步,就懂了。 嗯,要不要我传授,传授点经验给你,我跟你讲,巴拉巴拉,大半个时辰之后,韩飞跟唐哥的感觉,依旧如当初在天水村的模样,竟没有生出半点生分的感觉。 这也是实力使然吧,两人吹鱼了半天,唐哥亚异地笑道,韩飞,你好像变了好多,变开朗了。 韩飞微微一笑,当然,自从知道我的灵脉是成长性灵脉后,我压力当然就没有了啊。 不说这个了,199层,你们天剑宗的人多不多。 唐哥顿时脸色一正,不太多,这一次,天剑宗来的人本就不多,下一层也有一些,但是与场争斗,胜败乃常事,怨不得别人。 不过,你最好不要杀人,否则会带来很多未知的后果。 韩飞淡淡点头,我知道了,放心,我有数。 唐哥此刻才一转画风,所以,孙家其实一直都在追杀你。 韩飞点头,嗯,之前还有些不敌,不过,在海上草原之后,他们在想追杀我,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 唐哥微微地点了点头,前些时间,我还看见孙木他们去了下层。 此刻,应该在第200层或者201层。 走,感动我兄弟,我跟你一起去收拾他。 韩飞一把扯住唐哥道,等一下,我和孙木他们之间的事情,你就别管了。 他们奈何不得我,我自己也有分寸。 唐哥当即摇头,我怎么能不管呢? 第200层的人,比第198层的人多了至少数十倍。 能继续走下去的人,大多都集中在那里。 就算你现在在墙,用了刚刚的秘法,你又能打几个。 韩飞摇头道,难道说,千兴城的家族子弟和大宗门徒都是同气连知的。 放心,到时候我自会看情况再出手的。 倒是你,可万万不能暴露了。 唐哥语义虽然,你觉得,我会看着你一个人战斗,置身事外。 韩飞苦笑道,我可不是一个人,我还有下小禅。 而且,那王子天不也算是我的队友吗? 唐哥依旧摇头,王子天是不弱,但是孙木这些人可没一个示弱的。 王子天一对一或许能缠住一个,但是一对二他必输。 至于曹球球,那就是个毫无战斗经验的。 让他搞发明,弄些小玩意儿,还可以,让他跟人打一架,我看还是算是了吧。 韩飞呲牙,这一点,他早就看出来了。 曹球球虽然装备豪华得一塌糊涂,但是实力就是战武渣,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。 韩飞一琢磨,思索片刻之后,慕林能绝对信任吗? 唐哥微微一愣,然后非常确定帝是点头,能。 韩飞点头,那好,如果你实在想加入我这边战斗的话,那绝对不能是现在的你。 说着,韩飞就丢了一枚玉剪给唐哥,这本签面术,乃是妖极神品的一荣术,是我在一处秘境中无意中得来的。 你能不出手,就不出手,如果将来实在万不得已,必须出手的话,那就先学会他。 如果慕林可以绝对信任,这门玉剪给他。 妖极神品,唐哥当时就被震了一下,妖极战绩,上品之流已经非常难得了。 可以说,在镇上那种地方,找翻天也找不出几本妖极上品的战绩,更遑论神品了。 千辛城妖极上品的战绩是不少,但是,说到神品,这个还是闻所未闻的。 不过唐哥微微摇头道,我用了一荣术也没用,战斗风格很容易就被认出来了。 韩非一琢磨,好像也是,不是人人都跟自己一样,有那么多种极品战绩的。 哦,对了,只见韩非又掏出一枚玉剪,这是108套西灵战体,是108道脆体残片的升级版本,你拿着。 唐哥脸色微变,连忙推托道,不行,这个绝对不行。 尊者给你的东西,我不能拿,残片我还能学一学,但是全篇学了的话,可能会恼了尊者。 到时候,极可能将你逐出门墙,韩非推开了唐哥的手,让你拿就拿昂,那尊者没说过称我为徒。 他对这战绩,也是无所谓的很,其实,这跟残片也没多大区别,就是让体魄战法更完善了一点,可以在战斗的时候吸领。 所以呢,也不算什么特别的,你学着就知道了。 唐哥,可是,没什么可是的,自家兄弟,我能跟你计较这个,当初,你的吞铃鱼汤,那还不都是我喝的。 那不一样,那只是吞铃鱼汤而已。 韩非摇头,不,那很重要,如果没有那些吞铃鱼汤,谁知道我会不会变成现在的我。 第452章三级渔场的潜规则 其实,韩非也没有更多的东西给唐哥了。 也许是因为不灭体太过强大的缘故,108道西灵战体即便是妖际神品的战绩,韩非却也感觉不到他的强大。 毕竟嘛,所有的风头都给不灭体给抢了。 至于千面术这东西,也就是一门一荣之术。 从实用的角度来讲,其实要比108道西灵战体更常用。 尽管对实力的提升没什么帮助,都是有了这玩意,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就能提高很多倍。 正所谓,人有旦夕祸福,谁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。 即便唐哥现在看起来威风八面,一个眼神就能恫恶住他的那些同学。 但是,谁也不是无敌的,以后说不定也会用到。 韩非没法和唐哥叙旧太久,正如曹秋所言。 这几层,越往下难度越大,人也越多。 讲要完全清理,难度其实不小,特别是在第200层。 说实话,韩非在思考,到时候,是不是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。 毕竟,没有了夏日天和小金,自己的实力其实是有折扣的。 这会儿,也就好在韩非有王霸玄咒撑着。 正如唐哥所言,王霸玄咒对能量的消耗非常大。 之前的那一顿火锅,达到现在,能量溢散的溢散,消耗的消散,已经所剩无几了。 要在此施展,要么就是吃灵果,要么就开一顿大餐。 此刻,韩非,走吧,下去,200层再见,199层,我自己应付应该没问题。 唐哥,你要继续抢,韩非咧嘴一笑,当然,我这次来入海台阶,就是来找机缘的,并非真的和曹丘一起去打那些大族子弟的。 如果能抢了他们还好,如果不能抢,我当然不会傻乎乎地去拼杀。 我会直接去201层,唐哥正中地点头,好,不过201层,据说难度会骤升一个台阶。 有人说,非常非常难,即便是曹丘他哥,在入海台阶历练多次,上一次也只是闯到了208层。 不过我师父跟我说过,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,还说如果是我的话,甚至可能打穿250层。 韩非目光一闪,记在心里,我知道,亮丽而行。 好了,别婆婆妈妈的,下去吧。 随着唐哥身体的淡化,韩非并没有立刻去低199层。 而是身体一闪,进入了炼化天地之内,以下小缠的能力,在199层,恐怕依旧只有他打别人的道理。 更何况,还有六门大爷的六门阵顶着。 一般人,那是根本不可能伤到他的。 在炼化天地内,用半个多时辰的时间,韩非给自己做了一顿吃的。 毕竟,刚才的消耗太大了。 半个多时辰后,第199层,韩非出现在这里的时候,没有看见其他人。 不过,汗水在震动,而且来源并不一致,似乎有多个地方正在发生战斗。 韩非选择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处战斗之地而去。 等他到了的时候,却发现是王子天正在一人独占三名大宗子弟。 但是,这一次的大宗子弟似乎并不是天剑宗的,因为他们身上的制式服装并不一样。 而且,这几人中,有人用锤,有人用冰甲盒。 此刻,王子天看似没有落入下风,但是,这场战斗似乎持续了不少时间,中方灵气的损耗似乎都不小,谁都没有占到好处。 王子天一看韩非到了,微微松了口气,助我。 对面那三人,一见王子天和韩非竟然认识,当即脸色微变,退。 然而,不论是王子天,还是韩非,都不会给他们退的机会。 王子天一见地出,见流环绕,公杀越发凌厉。 韩非趁时出击,绣花针披得海水稻卷,灵气暴闪而击。 这三人本就是僵持状态,这会儿,加上一个比王子天更厉害的韩非, 结局可想而知。不过百息功夫,就被韩非砸翻在地。 韩非左手持磨刀石,右手拎绣花针,喊道过路劫财,不取性命,交出吞海贝。 王子天听了韩非这句话,不由得把眼睛往边上一贴,心说,这人不要脸得很。 抢东西就抢东西拜,偏生一副我抢东西,我很荣耀的样子。 王子天,还有这个黑衣服的,我们记住你了。 韩非浅浅一笑,请一定要记住我,我很希望再抢你们一次。 王子天收了剑,看向韩非,谁赢了。 王子天关心的,自然是韩非和堂哥的战斗。 他当然不知道,韩非和堂哥两人乃是兄弟,刚才全在叙旧了。 所以,这家伙还是满怀期待的,只听韩非微微一笑,没输没赢,那个堂哥确实厉害。 咦,你竟然跟堂哥打成了平手,韩非耸肩,你不信。 且,王子天哼了一声,我去找曹求求。 说完,王子天就溜了。 说真话,不是他不信,而是他内心已经被惊呆了。 没有和堂哥战斗过的不知道,那家伙何止恐怖。 一旦打爽了以后,甚至能打出狂暴来,最巅峰之下,自己曾连一击都没接住,其实立刻想而知。 而此刻,这个临时的战友竟然和堂哥打成了平手。 这说明了什么,这家伙隐藏得太深了,绝对不止现在展露出来的这些实力。 王子天走了,韩非自然也不会留,他立刻向下一处战斗场所游去。 不过,这一次,韩非依旧没看见夏小禅。 这似乎是两个大宗的子弟在相互之间战斗,加起来,一共有九人混战,一方五人,一方四人。 在大家实力都差不多的情况下,五个人的那一方明显占据了优势。 而四个人的那一方,已经有三人受伤,这会儿只是在苦苦支撑。 当韩非到来的时候,那四人立刻喊道,兄弟,助我等一战,剩后他们身上的吞海被归你。 而那五人一方,则有人道,这位兄弟,不要自悟。 只见韩非浅浅一笑,自悟,嘿嘿,喂,我来助你们。 韩非一出手,就是一板砖下去,一血刀砍出的森然刀芒,第一刀就伤了一个人,砍断了那人的上品灵气。 这五人脸色大变,混蛋,你是哪个大宗的? 只听韩非道,我就是来自,那个你们意想不到的大宗首席弟子,无名犯大统,首次出山,请指教。 对吹鱼这种事情,韩非那是毫不在意。 没有大宗,我就编一个出来,没有身份,我在编啊。 反正,等你们知道的时候,那会儿也没地方找我了。 首席,就你还首席,有猎杀者不屑,隐身突进,于是乎,只是一个照面,就被韩非一棍子戳得躺在了地上。 你无耻,你明明用的是刀,韩非无语,你是不是傻,刀和棍我都用,但是我还需要告诉你们。 脑子坏特了吧,烈士的四人,见韩非一个照面就伤了一个,干掉了一个,顿时奋起反扑。 一炷香后,这五人团全都被干翻在地,一个个心不甘,情不怨地交出了吞海贝。 这四人因有三人受伤颇重,而且见韩非战力极强,于是答应韩非的条件并没有食言,真的就将五枚吞海贝都给了韩非。 这一幕把韩非看呆了,这特么,在三级渔场是第一次吧。 他本以为,这些人会不肯给的,到时候,自己可以顺带着收拾了这四个人。 可人家给了,咋办?兄弟,答应你的事,我等绝不食言。 韩非默然地接过吞海贝,忽然抬起头,看向这些人道,你们是第一次来三级渔场吗? 机人微微一愣,然后点头,是,第一次出宗门,直接就来到了入海台阶。 你不是吗?韩非,忽然,韩非说道,那要不要,我帮你们了解了解三级渔场的规则。 有一名女生还好奇道,三级渔场有什么规则。 韩非淡淡道,不要相信陌生人,所以,你们把自己的吞海贝也交出来吧。 众人,片刻之后,四个人躺在地上,那名女生悲愤地喊道,你无耻。 韩非歪着脑袋,我怎么能无耻呢? 吃一亏长一智,我是在教你们,过路劫财,不取性命,我乃黑白无常中的黑无常,大名犯大统。 你们以后,将会感谢我的,因为,别人那都不会留下你们的性命的,众人,第453章坑人专业户。 进入第199层还不到一个时辰,韩非就弄到了12枚吞海贝。 不得不说,大宗大派出来的人,档次就是不一样。 自打第197层开始,韩非弄到的吞海贝中,品香最差的,都可以在这第199层献计两次。 这部,就刚刚才弄的这12枚吞海贝中,韩非竟然发现了三枚魂金。 韩非立刻就吸收了一下,几十息后,三枚魂金尽数消失了。 当韩非睁开眼的时候,眼神很是怪异,精神图的第8、第9、第10、三块小图,他全都记住了。 但是,这一次,韩非发现感知范围都没有半点儿的增加。 恍然间,韩非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似的。 他感觉,如果自己继续吸收魂金的话,可能会和别人不一样。 别人是靠魂金去提升感知范围的,可自己不同,自己是靠精神图来修炼。 可惜,韩非的手里已经没有了魂金,也就无法印证自己的猜想,只能继续打劫。 一炷香后,韩非再次找到了一处战斗场地。 这一次,不是人和人在战斗,而是人和召唤的海洋声明在战斗。 打劫之后,没有发现魂金,韩非继续赶往下一处战场。 一连扫了五六个人,韩非都没遇见夏小禅,也没遇见堂哥。 不过,他又抢到了一枚魂金,这一次,韩非席地而坐,立刻将魂金给吸收了。 不过,这一次的问题并没有变得简单,脑海中,精神图依旧复杂,布满了线条,美轮美幻。 但是,当韩非去记忆第十一幅小图的时候,那种清晰感只存在了一小混。 耿魂金消耗完,他竟然对第十一幅小图完全没有印象,脑子里一片模糊。 一,图没记住,感知范围为什么也半点都没有增加。 韩非皱起眉头,按理说,不应该这样的啊。 就像曹丘所说的,到了五百米后,需要十倍的魂金才能让感知范围再度扩展五十米。 即便这是真的,那自己用了一枚魂金,也该给自己扩展个五米对不对? 可没有,连特么零点零一米都没有。 反而,韩非像是触及到了一种瓶颈般的阻碍。 嘶,难道,灵魂之力,也有境界之分? 没了魂金,韩非没法推测,他正准备继续打劫,却看见夏小禅拎着曹丘游了过来。 韩非,韩非错愕地看着曹丘,亚裔道,这是。 咋了,只听夏小禅气哼哼道,能咋了。 这个家伙一点也不顶用,前面打不过了,我一个人顶不住,就带着他跑了啊。 韩非不禁一笑,打不过了,前面很多人,夏小禅点头,十二个,这一层的人突然就多了好多。 那十二个人,似乎还是一个地方出来的,我一个人打不过,这家伙就跟乌龟壳一样,就是不动。 曹丘求吐槽道,我也打不过啊,我都喊你跑了。 夏小禅怒瞪了曹丘一眼,跑跑跑,你就知道跑。 从我刚遇见你的时候,你就要跑,你就没正儿八斤地打过一次架。 曹丘扯着脖子道,我打不过他们,他们也破不了我的防啊。 我的必杀技,得留到第两百层采用。 现在用了,我可就没绝招了。 韩非失笑道,你还有绝招? 曹丘,当然有啊。 虽然在战斗上,我的确比你们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,但是打人可不一定要靠蛮力啊。 韩非无语,你该不会,是想把第两百层给炸了吧? 曹丘白眼,怎么可能,那种没创意的事,我能干吗? 我倒是想炸来着,可是哪能炸掉那么大的地方? 韩非脸一黑,得,我不管你有什么绝招,不过十二个人。 看来,还是得用王霸选咒啊。 韩非觉得,能量这个东西还是保持着好,在这海底,可不一定有那么多机会去做饭的。 韩非看向夏小禅,还要灵果吗? 夏小禅摇头,不用,我还够。 曹丘兴奋道,我们现在要杀回去吗? 韩非鄙视的看了一眼曹丘,杀个球啊。 对方十二个人,又不是寻常角色,他们哪一个不比寻常的巅峰锤吊者还厉害? 你让我们两个人去,几个意思? 曹丘嘴巴一哆嗦,能啊? 你都能跟堂哥打成平手了,打十二个人算什么? 要知道,我哥和堂哥他们这个级别的家伙,全都经历过以一挑百的战斗。 不是,你等会儿,韩非咽了口唾沫,你说啥? 夏小禅也不信道,以一挑百,怎么可能? 同境界的,再厉害,难道还能挑战百名同级强者? 曹丘昂这脑袋道,不是同级,是越级。 不可能,韩非和夏小禅都听猛了,越级挑战,还能以一挑百。 你特么跟我搞笑呢吧?曹丘江双手背后,怎么不可能? 他们做过的,就是将他们这些人丢在一个方圆最多不过千里范围的秘境之中,让一百个人围猎一个人。 至今百年内,有101个人完成了。 第100个是我哥,第101个就是堂哥,你们觉得呢? 只见韩非,夏小禅同时松了一口气,夏小禅翻白眼,你下回说话,给我说清楚了。 我以为就是面对面的以一挑百呢,吓死我了。 韩非微微摇头,没那么简单,别忘了,这是一百个人围猎一个人,或许,围猎的人会分开,但绝对都是三五成群的,甚至会更多哦。 曹丘,就是,就是,但那也很厉害了。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,因为你们有两个人,韩非,夏小禅,夏小禅不经露出一丝期望,看向韩非道,要不,试试。 韩非翻白眼,是什么事,我今天就告诉你们一个道理,能单挑就绝对不要群殴。 能群殴,就最好不要单挑,夏小禅,但是,堂哥他们不是都能做到吗? 韩非无语,能做到,不代表一定要去做。 他们那是失恋,当然可以那么做,我们现在可不是失恋,我们要是被打得要死了,可不会石头一捏,白老头就来了。 韩非一脚踢在曹丘的屁股上,去,当诱饵,先去诱惑几个人过来。 啊,韩非笑道,我还能坑你不成。 在韩非将计策掰开说明白之后,曹丘也就懂了。 不过,他还是有些怕怕的,最后是被韩非一脚给踹走的。 实际上,根本都不需要曹丘专门去当诱饵。 本来嘛,夏小禅他们俩就是被人家追着跑的。 只不过夏小禅跑得快,把对方给甩了而已。 所以,当曹丘一露面的时候,那些人就嗷嗷地冲了过来。 曹丘看见那架势,连忙跑路,一边跑还一边喘音,喂,我啊。 我曹丘啊,你们追我干什么,我们追的就是你。 曹丘撒鸭子狂飙,我又没得罪你们,追我干啥。 有人怒道,你是帮凶,刚才,那个女生结了我们两个队。 曹丘,难道你就没点说法。 曹丘大叫,这本来就是历练,你们自己的实力不到家,被结了,关我什么事。 哼,所以我们也结了你,省得你继续犯魂,天天跟一些神神怪怪的人在一起。 曹丘跑着跑着,就看见夏小禅盘坐在地,直接喘音大叫,谢小安,救命啊。 夏小禅睁开眼,回头一看,杨作慌张,顿时跑出去数百米。 不过,他跑了数百米之后,却又回过头来,向曹丘冲去。 后面,追着曹丘的那些人顿时大喜,有人唏嘘,没想到那女的还挺有情意的。 冲着一点,不杀他,也就在这时,远处的海水中,一道模糊的人影似乎正在游来。 不过,看见这边那么多人,顿时停住了脚步。 这十二个人当然一点都不慌,不管那人是不是路过的,反正就算他们加起来,也只有三个人而已。 至于战斗力,也就只有两个,曹丘不算。 只见夏小禅拎起曹丘,跑了没多远。 当这十二个人跑到刚才夏小禅所在的地方之后,只见那地面上,忽然就升起了六道光柱。 这些人的反应不可谓不快,有人瞬间加速,有人脱离队伍,导致六门大爷的六门镇只困住了五个人。 该死,是圈套,说时迟,那时快,在这些人中圈套的一瞬间,夏小禅就像是扔皮球一样,将曹丘丢向了六门镇。 曹丘一边云屯附体,一边让毒泡与土泡泡,然后一张禁灵网直接就丢进了六门镇。 另一边,在六门镇升起来的那一瞬间,韩飞已经加速狂飙了过来。 夏小禅狡黠一笑,哼,一群笨蛋,看招,第454章宗门叫派。 韩飞距离这里,本来就不是很远,等他到的时候,夏小禅已经杀了上去。 这要割正常情况,夏小禅是打不过的。 毕竟,他一点猎杀者的能力都不可以用,让他冒充战魂屍,这多少有些难为他了。 不过,有了王霸玄咒,即便夏小禅无起一根普通的竹木棍,那都不一定比眼前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差。 而且,夏小禅虽然不能用猎杀者的任何能力,但是他的速度,反应能力,却不是寻常战魂屍能够比拟的。 就一部天极战机漫游绝,即便在千星城,那都是极为罕见的战机。 在三级渔场,百艘龙船里,也是极偶尔的,才会有一两本天极战机而已。 当韩非一到,一个真正的战魂屍在王霸玄咒的秘法加持下,冲入战场,那画面是可怖的。 不过,让韩非压抑的是,这七个人当中,竟然有三个人当场使出了某种秘法,战力瞬间飙升。 同时,他们的灵魂受融合,契约灵兽附体,实力再次加成。 如此,三人合力之下,竟然挡住了韩非的一击。 这一幕,让韩非心头一荡,这特么也能挡住。 韩非惊讶的是,自己五倍战力之下的一棍,理应没有一和之敌才对。 结果,就这几个千星城大宗的学生弟子,就能抵挡。 那么,到了第两百层,那些家伙又会如何的强横呢? 当然,比韩非更震惊的是,那三名大宗弟子,仅仅是一棍, 他们三人合力竟然只能堪堪挡住一击。 可第二棍随之又来了,三人还想再挡,结果这一棍之威更胜之前。 砰,三人直接被砸翻在地,虎口流血,五脏受损,纷纷喷出一口血来。 其他四人,本有两个被吓小缠缠住。 这会儿,正被压着打,全无还手之力。 另外两个见此一幕,有人竟掏出一张符路来。 无声第一门,只见在那俩人身前,仿佛从天上突然坠落下了一道虚空之门, 悍然落地,挡住了韩非的去路。 曹囚当即传音,这是千辛城无声门的看家本领。 其防御之强,我哥跟堂哥都很难攻破。 韩非心头一领,绣花针直刺如枪,直接点击在那突然出现的虚空之门上。 东,响如闷雷,鱼音不绝,回荡四方。 那虚空之门上,被韩非一棍杂出树刀裂缝出来。 不过,当真如曹囚所说,可谓是防御力强的可怕。 只见那两人中,一名巨灵师立刻挥洒至辽树,同时只见灵气如丝,注入同伴的体内。 不过,就在那俩人仗着这无声门拖延时间的同时,只见韩非突然就掏出了吊杆。 众人,对面那两人还在疑惑,这个时候,掏出吊杆是几个意思。 然而,随着韩非一勾挥出,只见那鱼勾眨眼就出现在无声门的另一边。 在那俩人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的时候,千蝉丝瞬间发动,直接将俩人给裹成了粽子。 丝,怎么可能,千里垂掉树,曹囚也压一地怪叫,哇,你怎么做到的,包括下小蝉都是目光一鸣。 以前,他就看见过文人语,肖战用过这种勾法。 挥手间,掉勾破空,只齿千里,现在,韩非也会了,这十二个人只觉得很憋屈。 最憋屈的,就是那五个直接被六门阵套住的家伙。 但凡他们没有被套住,多少还能挡住几次攻击,争取点时间的。 此刻,韩非笑道,过路劫财,不取性命。 留下吞海贝,放你们离开,哼,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? 你是在跟我们无声门下站铁。 韩非咧着嘴,嬉笑着,走到说话那人的身前。 韩非蹲了下来,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脸道,小爷是打劫。 我管你是无声门,还是有声门的。 你家就算全是门,老子也照样抢。 这些大宗弟子,难受过这等侮辱,脸都被人家打得啪啪响,那能忍得住。 这人刚准备抱起,就看见一只方形板砖拍了下来,一下子就被干猛了。 韩非随手掏出他的吞海贝,还扒拉了一下他的衣服,无语道,咋身上都不挂点饰品啥的。 顾身杖都没有的吗? 众人,那人悲愤欲绝,你怎么还动手掏呢? 韩非,你给我啊,你不给我,我不得动手掏吗? 说话间,有两个小姑娘立刻就捂住了胸口,韩非黑着脸,吓小蝉你掏你的。 片刻之后,这十二个人分批次被韩非驱逐,一个个身体逐渐淡化。 曹球在旁边看得那叫一个激动,好强哀。 跟着这样的大佬一起,打穿199层是没问题了,打到200层那是妥妥的了。 有一个家伙临走前,还看着曹球,说道,曹球球,此次回去,必找你算账。 曹球不屑,有本事,你找曹天去,跟我没关系。 韩非是真的羡慕曹球这光棍的态度,这就是个坑凶狂魔。 有什么事,一股脑的就往他哥身上推。 他真不知道,曹球到底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。 还居然修炼到了高级锤吊者的境界,这边,当收了这12个人的吞海贝,送他们出去,还没来得及去翻看吞海贝呢。 水闻一阵波动,又一群人来了,韩非错愕,人怎么这么多,下小禅,这层人不少,光被我们撵出去的,恐怕就得有近30个了。 六门海星忽然叫苦道,海星好难啊,六门阵很消耗灵气和能量的,还有,三个方向都有人来。 三个方向,韩非转头一看,海水中已经有人影出现了。 一处好像只有一个人,一处有两个人,还有一处,被有七八个人。 曹球顿时喊道,快跑,我们要被包围了。 下小禅挥舞了一下手里的棍子,还好,只有十几个人。 韩非疑惑,那个,是不是王二剑? 王二剑,曹球顿时瞅着那行单影只的人影,看了一会儿,顿时惊喜道,对对对,那就是王二剑, 能打,还能打。 韩非鄙视,能打个屁,你又不能打,曹球,你们能打。 这边,王二剑刚才在感受到这里剧烈的战斗之后,就知道能在这里引起如此剧烈波动的人, 要么就是哪家大宗子弟爆发了大战,要么就是堂哥出手了,要么就是韩非出手了。 而根据他的判断,刚一进来就打架的,除了韩非,也没有其他人了。 果然,他所料不错,离得老远,就看见韩非,夏小禅,曹球三个人正站在水里。 当然,他也注意到了其他人的到来,不过,他并不在意,虽说他们这一方只有三个人的战力,但是也不弱。 不过,等到王二剑游进了些,就看见了另一边来的竟然是堂哥和穆灵俩人,顿时只感觉喉咙里仿佛吞了海胆一般。 好难受,韩非也有些讶异,堂哥到了,这会人多,韩非和堂哥不好表现出什么。 不过,夏小禅和穆灵两个人的表情,就奇怪了起来。 夏小禅传音,这家伙真是你好兄弟啊。 一意挑百哀,韩非回应,那还有假,穆灵此刻也在询问,那人真的是你兄弟。 他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强,堂哥,当然,只会比我想象中的更强。 别忘了,他现在是隐藏身份,天赋灵魂兽和契约灵兽都不能用。 另一头,一共来了八个人,只不过,这八个人又不是无声门的智士服装,也不是天剑宗的智士服装,似乎又是另外一个大宗。 曹囚,是海云楼的人,韩非无语,不是,你们千辛城,到底有多少宗门大派,怎么一波接一波,零完没了了呢? 曹囚,多了去了,有七大宗门。 这海云楼,比天剑宗和无声门差了一点,但是就是差了一点点儿,还是很厉害的。 第455章可怜的六门大夜,王二剑毫无顾忌地走进了韩非的队伍。 于是,现场就变成了三方势力,海云楼领头的一名少年兵甲师,此刻皱起了眉头。 情况出乎了他的预料,谁知道一下子会有这么多人来。 一边,有曹家小胖子还有王二剑,一边有堂哥,而且看那韩非,下小缠两人黑黑白白的服装,怎么看也不像是什么普通人。 这一战,何止不好打,甚至可以说,简直就是没法打。 堂哥传音,那个领头的,我见过一次,名叫于衔,已入巅峰,实力不差。 却要我出手吗?韩非,不用,你随便找个由头,离开旧城。 八个人还好说,我能搞定。 听着这话,堂哥当即对目领导,走。 哭,见到堂哥走了,于衔暗暗松了一口气,自己这要是真的和王二剑他们打成了两败俱伤。 在场可没有一个是堂哥的对手,那时候,可就真是亏到老老家了。 堂哥身边,慕琳好奇道,你不帮他吗? 海云楼于衔的实力不差哀,他那一手刀阵,寻常人可奈何不得。 堂哥嘴角掀起一丝淡淡的笑意,那你也太小看我兄弟了。 他的体魄很强,于衔的刀阵在厉害,最多也就能勉强困一下王二剑。 打我兄弟,他想多了。 事实上,堂哥走后,韩非并没有和于衔对上。 王子天,于衔我来,剩下的你们两个来。 韩非皱眉,那家伙很强,王子天微微点头,不弱,他的刀阵是困杀之阵。 你要来也行,不过剩下的七个我不一定能搞得定。 王子天并不太看好夏小禅,至少说,暂时他没有见过夏小禅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。 他单方面的认为,夏小禅只是一个稍微有点厉害的战魂师,但是还算不上顶尖的添交。 倒是韩非,自己跟他打过,也见识过韩非和堂哥的战斗。 在实力上,王子天是认可的。 韩非,好,领头的那个交给你。 堂哥一走,大战一触即发。 于衔并不认识黑白无常,也没有听闻过。 所以,他的第一目标就是截住王二舰。 至于韩非和夏小禅,在他眼里,两个终极锤吊者即便在墙,也不可能赢过七个同门师兄弟。 至于曹球,直接就被他忽略了。 韩非传音,六门大野,待会关键时刻记得布阵。 六门海星巴拉在韩非小腿上,我不行了啊。 太频繁了,我缺少灵气,也缺少能量,韩非,就你废话多。 等打完了,我再给你一点,一块上品零食。 六门海星一听,那行。 韩非差点把鼻子挤气歪了,这特么该死的六门海星,现在都学会敲诈勒索了。 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力不起早的海星,这样下去,他就再也没法纯洁了。 王二舰双手挽住双剑,身后剑影纵横,天赋灵魂兽瞬间融合。 整个人如同一柄锋芒毕露的利剑,直接找上了于衔。 而韩非,夏小禅相视了一眼,又看了眼在旁边打酱油的草球,也都冲了上去。 这是正面战斗,和刚才的陷阱不一样,正面战斗想要坑人,第一要素就是先打上去。 你的保证自己还没被人家打死的情况下,然后再不下个陷阱。 此刻,韩非单人一棍率先杀入重围,不过,韩非刚进入那一刻,差点耳眉给吓猛了。 四面八方,千万道刀光纵横,夏小禅还没来得及冲进人群,一看这场面,立刻后退数十米。 夏小禅撇撇嘴,也就韩非这种体魄,力量都很变态的家伙,可以硬扛着这种漫天飞雪式的攻击。 即便是他,如果不用猎杀者的能力,在这样的刀光领域之中,恐怕也只有防御的份。 而且,还是防不住的那种,当当当,当韩非身上发出当当当声响的时候,于嫌暗到一声不好,立刻就要回原。 只见王子天往他身前挡,一只大剑从天而降,现在想走,迟了。 话说,韩非轻力一击,恐怖而爆炸的力量直接砸爆了海水。 至少,对方有四个人同时归位,合力抵御。 这些人也是震惊莫名,一个终极锤吊者,怎么会这么强? 这不,不过,还没当他们想明白,却见韩非嘴角翘起,绣花针势头一转,踢向另外俩人。 而这四人一愣,心里错愕,这么暴烈的一击,难道是阳功? 可随即,当六门阵升起的那一刻,战局就已经走向了结束。 曹丘早就一溜烟蒂跑到了这里,一张静灵网带了下来。 另一头,夏小禅独占一人,完全压制住对方,打得对方半点而脾气都没有。 几乎是就是二十膝内,七个人全军覆没,全都躺尸。 于衔傻眼了,此刻,被王子天、韩非、夏小禅三人合围,这特么还打个毛啊。 刚才,他见识了韩非体魄的时候,就知道这人不简单,极有可能实力超出了他的预料。 实际上,韩非的实力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料。 而且,韩非偏生还没有应战,而是运用了一些个战法。 再加上那个一直被人当成空气的曹球,一张静灵网带下来,本次失败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 于衔也很光棍,直接就收了刀,好。 你们会玩,你们狠。 说着,于衔看向韩非,你是谁? 韩非,厉鬼勾魂,夏小禅,无偿索命。 韩非,我们是黑白无偿,下次再见,请准备好吞海贝。 于衔脸色难看地直接掏出吞海贝,丢了过来,然后看向同门道,丢下吞海贝,我们走。 王子天淡淡道,第199层已经没有多少团队了,我去下一层。 至于你们,去下一层之前,最好好好好的考虑清楚。 韩非随意地应了一声,曹球,你也可以下去了。 等一下,众人,只见曹球黑黑笑道,能不能,帮我打一下召唤生灵。 众人,等将曹球送下去之后,夏小禅道,我们真要下去,和那么多人打。 韩非响了一下,喊道,六门大爷,开门,让我们去你门里。 嗖,只见六门海星直接从韩非的小腿上,挂在了夏小禅的背后,大眼珠子直转道,宝藏都是我自己的,我辛苦挣来的。 韩非笑骂,谁要你宝藏了,随便一个空门就行,去你的门里做炖饭,你不是要能量吗?我满足你,反正咱黄雪海参还多得很。 一听韩非不是要去自己的宝库,六门海星顿时放松了下来。 倒是夏小禅一脸猛,什么门里,韩非笑道,马上你就知道了。 门内世界,夏小禅只觉得不可思议,怎么可能,这个,就是大海星的门内空间,这么大的,韩非也有些错愕。 六门大爷,你这门内世界,变大了一倍了啊。 六门海星嘀咕,我突破了啊,当然会变大,韩非唏嘘,最大能够变多大,六门海星的声音,在空荡荡的广场内飘荡,不知道,要再突破才能知道。 只见韩非席地而坐,一时间,锅碗瓢盆全都给他掏了出来。 不得不说,韩非对六门海星还是挺满意的。 虽然这家伙贪财了,也学坏了,但是不得不说,六门镇这个六门海星自带的镇法,简直就是无望而不利的神镇。 有了六门镇,配合近凌网,大小占一十个,八个人的那种,那都是些菜。 甚至,韩非不止一次想过,要忽悠这大海星成为自己的契约零售。 就他们现在这默契的配合,韩非琢磨着,自己将有发布完的财。 韩非正在烹饪,夏小禅则跑到了门内的最深处,对着一片漆黑的边界悄悄打打。 夏小禅说道,大海星,外面好像还有空间。 六门海星,我知道,你能不能别敲了。 我养养,夏小禅狐疑,这个也能感觉到吗? 说着,夏小禅伸出手,在边界那漆黑的封印上挠了扰问,养吗? 养,夏小禅又用两只手挠,这样呢? 更养了,韩非笑道,行了,别闹了,准备吃饭。 六门大爷,这一顿你给我吃好了。 下面二层,可别给我掉链子,六门海星,我能不能出去? 韩非,你精血还要不要了? 第456章阴招全用上了。 一顿饭吃饱喝足,韩非,夏小禅身上的能量,都已经快要溢出来了。 即便是六门海星,也吃得浑身都发红。 这门内世界,也是一方神奇的天地,六门海星想吃什么,可以凌空摄取。 韩非略意琢磨,得了,还得让这家伙儿多出点力,于是,便又丢了两块上品零食,足足近70万点零气给他。 不是韩非大气,而是接下来,可能要面临一场大战。 出了六门空间,韩非对一下小禅道,万物水可以用了,下面一层据说人很多,看见谁尽管冒充就是了。 夏小禅有些兴奋,听了韩非的话,给他翻了个白眼,废话,我又不傻。 在明目张胆地去抢,我会被打死的。 见夏小禅的身影逐渐淡去,韩非这才翻出了足足七枚魂金。 是的,这些魂金给了夏小禅也没用。 不够十枚,似乎也提升不了多少感知范围了。 但是,韩非自己却需要用这些魂金去试验一下。 他总觉得,自己用魂金和别人用魂金,似乎有点不太一样。 可是,当七枚魂金全都被自己吸收之后,韩非更无语了。 加上之前的那一枚,这都已经是第八枚魂金了。 然而,自己的感知范围,确实连半点儿都没有增加。 脑海里的第十一块精神图,也没有记住。 当时,韩非就有点发猛,人人也是这样的吗? 不可能的吧,到底是魂金的问题,还是精神图的问题。 或者说,是两者都有问题。 韩非带着深深的疑惑,看了一眼那个大眼珠子转得跟风火轮式的六门海星。 韩非感觉到,肩膀上有一堆黏糊糊的玩意儿,是从六门海星的嘴巴里溜出来的。 韩非的脸色一黑,六门大爷,你做了什么? 六门海星似乎正在遐想着什么,被韩非突然提醒了一下,顿时惊醒了过来。 六只眼珠子,胡乱递在眼眶里晃荡,位置散乱,就像是喝酒喝大了一样。 六门海星,你吃了那么多魂金,都没有给我一枚。 韩非无语道,你吃什么吃? 我现在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,我吃比你吃更重要。 我也在长身体呢,韩非比试,你都一大把数岁了,二十个我加起来,都没你的年龄大,你跟我来装嫩。 六门海星,那你回头,在弄到魂金的时候,分几个给我。 韩非瞪了他一眼,不要得寸进尺昂,等我魂金用不掉的时候,我肯定会给你的。 六门海星死命地扒拉着韩非的肩膀,正在琢磨着这句话的可信度。 在他还在思考的时候,就跟着韩非一起变淡,进入了一下层。 第两百层,他们到这儿的时候,视野所及之处,只有三个人。 其中,有一个人盘坐在地,似乎在修炼。 另外一个,是一名巨灵师,脚下一个巨灵镇正在吸灵。 还有一人,正在与一只玄武罗在战斗,似乎已经战斗了不少时间。 那玄武罗的硬壳,都被他敲坏了三四处。 这三个人,全都穿着制式服装,但那名巨灵师和另外俩人好像并不是一路的。 看见韩非进来,那盘坐的人立刻就睁开了眼睛。 另外那个正在战斗的家伙,只是看了韩非一眼,有些讶异,但没有任何的后续反应。 韩非心里暗松了一口气,这些人,好像并不是太在意他。 而且,好像也没什么敌意,他很怀疑,这要是直接开战的话,会不会吸引来一大片的人。 不过,虽然没有开战,但那位巨灵师却开口道,速速离开,自己寻找合适的地方献祭。 韩非微微一笑,向那人走了过去,兄弟,我跟你打听个事。 那人的眉头一皱,见韩非靠近自己,不由得心生警惕,顿时喝道,你就站在那说,别过来了。 韩非笑道,是这样,我想跟你借个东西。 这名巨灵师微微一愣,什么东西,嘿嘿,吞海贝,说时迟,那时快,韩非知道这些人都不是普通人,一个个比寻常的巅峰锤吊者都要厉害得多。 所以,他在下手的时候,也没有那么顾忌。 那一棍子敲过去,只见那巨灵师身形猛退。 另一边的战魂师,立刻急迟而来,庄方距离本就不远,韩非咧嘴一笑,手中绣花针蹦射了出去。 那名巨灵师立刻召出一只大乌龟,只不过当了一生,大乌龟直接被绣花针砸趴在地。 韩非手中的碧海游龙丹已经出手,直接勾了出去。 因为距离这名巨灵师极近,只有百米不到,所以指示一下,韩非就得手了。 不过,让韩非微微压抑的是,那名正在和玄武罗战斗的猎杀者消失了。 速度很快,已经近身,一名战魂师和一名猎杀者攻来,韩非咧嘴一笑,六门阵子光升起的瞬间,韩非钻出六门阵。 而这时,那名巨灵师的又一只契约灵兽出现,便光略过,直接割向了碧海游龙肝。 韩非哪能让他得逞,只见那一线,像长了眼睛似的,顿时往边上歪出去了数十米。 等那巨灵师融合了灵魂兽之后,韩非已经近身。 那巨灵师手里捏起一枚护身杖,韩非已经一板砖拍了下去。 砰,只见这巨灵师被砸得鲜血横流。 不过,那护身杖还是开启了,对方的伤势其实并不重。 韩非一手抓回秀花针,跳起来,就是一记重击。 即便对方有护身杖,该受到的震动,还是得受着的。 那人目自欲裂,你是何人? 竟敢对我太虚愿的人动手。 韩非咧嘴一笑,我是谁? 黑,厉鬼公魂,无常所命,过路劫财,不取性命。 我就是三级渔场令人威风丧胆的黑无常。 交出吞海贝,我不杀你,六门阵内,战魂师和兵甲师正在疯狂攻击。 不过,韩非毫不在意,如果六门阵是两个巅峰锤吊者能撼动的,那就不叫六门阵了。 即便是王子天,当时那强势一剑,都没能撼动六门阵。 更何况,这几个人比王子天要弱了不知道多少。 这名巨灵师,还想让自己的灵魂兽出手。 然而,韩非的绣花针上爆发出滚滚的灵气,聪明人都不会这么做。 吞海贝,没了也就没了,那东西不值钱。 但是,你若是觉得我不敢杀你,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 这护身杖的品质很好哦,我不杀你,我可以废了你啊。 这名巨灵师的面色极转,看了眼六门阵,传音道,这是第两百层。 这边爆发的动静,很快就会有人来,韩非耸肩,呵呵,你说的没错。 所以,我只给你三息的时间考虑,三,二,一,好。 这名巨灵师耸了,眼看着韩非的棍子都快对到自己脸上了,他能奈何。 他只是一名巨灵师啊,韩非笑呵呵地接过吞海贝,懂事,脱衣服,巨灵师,韩非,脱,不然我打残你。 在六门阵内的两个人,震惊地都忘了去攻击了。 眼看着自家好友,怎么好生生地就开始脱衣服了呢? 难道,那个黑衣服的,有什么特殊的癖好? 一想到这,俩人顿时浑身就一个哆嗦。 在此疯狂地攻击六门阵。 六门海星,你快点,这两个人的力量好强的。 韩非,马上就好,纵走了这名巨灵师,韩非立刻奔赴六门阵。 进去之后,只用了两棍,就将这俩人给单趴下了。 也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,抢了他们的吞海被盗,三息时间,离开两百层。 否则,直接打残。 这俩人的心中震撼,这家伙,好可怕的力量。 这种高手,为什么自己会不认识,难道是哪个大族里未出世的子弟? 不过,吞海被都被抢了,再硬扛就是傻了。 这俩人立刻沟通入海台阶,身影逐渐淡化,整个过程,从头至尾。 韩非只用了不到三十息的时间,就在这俩人消失后数十息,不远处就有两个人游了过来。 然后,他们就看见一个太虚院的弟子,正拎着一根棍子对战玄武罗。 其中一人疑惑道,疑,打玄武罗,需要打出这么大的动静吗? 另一人笑道,你看,那名太虚院弟子才终极垂吊者的境界。 讲来,他打得太艰难了,刚刚爆发了一下。 顿时,这人传音道,兄弟,需要帮忙吗? 韩非先是警惕了一下,然后洋装退了几步,需要。 哈哈哈哈,别客气,不过一只玄武罗的回报,我们可就收下了。 几十息后,韩非一只手抓着另一套衣服,一只手里抓着两枚吞海被在翻找,略有些失望,这特么五个人,就一枚混金。 真特么的穷啊,第457章又傻又很白衣女。 玄武罗这种生灵,和肖战的八臂神罗完全不是一个类型。 他没有怪异的触手,也没有黏糊的吸盘,但是,玄武罗的外壳,就像是一个卷了两圈的大轮子,轮子上有点点凸起的疙瘩。 他的战斗方式,就是控制外壳去战斗,故而,他也有转轮罗这么个别称。 虽然韩非已经送走了两拨人,但是那只已经看似重伤的,甲壳都破损了好几处的玄武罗,他却没有动。 反而是,对着玄武罗,一边不痛不痒地战斗,一边往其他地方摸移。 这不,于是乎,在接下来的半个时辰里,韩非就凭借着一只快要残废的玄武罗,愣是因了四拨人,得了七枚吞海被。 此刻,韩非轻轻地在玄武罗的身上敲了一下,然后洋装自己飞出去数百米。 只见,那滚轮一样的玄武罗,对着韩非碾压而来,韩非堪堪避让。 在表演了不足百息之后,韩非就看见有白衣少女往这边瞅了一眼。 咦,女的,韩非有点郁闷,这个女生还只是一个人,自己抢不抢呢?不抢,好像说不过去吧?抢,管她是男的,还是女的呢? 韩非下定决心,特意往那边闪避而去。 在距离那女的不足五百米之后,忽然间,一抹剑光横扫。 下一刻,玄武罗的壳上,顿时出现了一道细细的剑痕。 而这玄武罗,却一动不动了,韩非,韩非回头,就看见那白衣少女,已经来到了数十米外。 你将她往我这边引,不就是想让我帮你一把吗? 现在你拿了回报,可以走了。 韩非,韩非当时就愣住了,这小姑娘这么强的吗? 一剑,就把超强防御的玄武罗,给踢死了。 小强,小强你怎么了?小强,小强,你不能死啊。 我跟你相依为命,同胆共苦了三天三夜,一直把你当最亲的灵魂兽一样对待。 讲不到今天,白发人送黑壳罗,说完,韩非猛地回头,你这人,好生歹毒。 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让你帮我了?你陪一只玄武罗给我,或者,陪我一枚魂金。 少女,这白衣少女直接就傻了,她哪见过这阵仗? 一只召唤生灵而已,你特么跟死了契约灵兽一样,至于吗? 少女冷冷道,你,在敲诈我,韩非当然不可能承认,而是气呼呼地起身,走向白衣少女,我敲诈你。 你这个小丫头,一点眼力见识都没有,我只是在告诉你,有时候,好心事会办坏事的。 我在教你做人的道理,韩非一边巴拉巴拉,一边喘音,六门大爷,距离够近了吧,上啊。 就在那少女毫无防备的时候,忽然间,六道紫光冲天而起。 奈何这一次,韩非差点把眼珠子给蹬了出去。 却见,那少女趴的一下,就变成了一缕淡青色的烟雾。 等烟雾再次凝聚的时候,那少女已经出现在了六门阵之外。 六门海星,她好快,困不到她。 韩非暗暗道,用你说,我看也看见了,只见你少微微醋眉,看着韩非,所以,你还是为了接近我,想将我困在那紫色阵中。 如果我所猜测不错,你身上的那只海星,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六门海星? 韩非当时,浑身起了一阵子的鸡皮疙瘩。 其实,她早发现了,能叫出六门海星的人,没有一个是普通人的。 眼前这少女,仅仅通过一个六门阵,就能猜测出六门海星。 这女人,似乎不简单啊。 韩非昂着脑袋,左顾右盼,是吗? 我不知道啊,其实,我刚刚只是试试你的反应而已。 小姑娘家,孤身在外,警惕性得强。 嗯,好了,我看你的反应速度很不错,要继续保持。 我还有事,我先走了,结果,微等韩非走出两步,前路就被这姑娘给堵死了。 白衣少女单手提戏剑,身姿优雅,脸色清冷,你是不是觉得我看起来很傻? 讲不到我的吞海贝,就想跑,太虚愿,什么时候出了你这么个无耻的弟子。 韩非痴笑一声,我太虚愿行事,何须向他人的汇报。 你走开,我跟你讲,我一般不打女孩子的昂。 白衣少女单臂横起,你不认识我,韩非脚下一顿,按道不好,难道这姑娘很出名不成? 我特么认识个鬼啊,我又没去过千兴城,只听韩非硬着头皮道,我乃第一次走出太虚愿。 以前,一直在秘境历练,当然不认识你,胡说,你不是太虚愿弟子,你是谁? 韩非,见韩非似乎不明所以,这白衣少女解释道,太虚愿是整个千兴城,往来走动最频繁的一个大宗。 在千兴城治安,学智等诸多方面均有涉猎。 你说你没出过太虚愿,怎么可能? 韩非面色不变,每个学院都有我这样的人。 要不然,本天才纵横天资,被其他大宗知道,刻意打压怎么办? 白衣少女憋了半天,最终突出一句,你,肯不要脸,韩非黑着脸,唉唉唉,你说这话,就过分了昂,讲话归讲话,打架归打架,不带侮辱人的昂。 然而,迎接韩非的,不是白衣少女的反驳,而是她挥手尖掠过的一道如虎剑气。 当,就花针出,随着韩非随手一挡,剑气崩碎。 疑,白衣少女忽然间消失,然后,韩非的四面八方,都浮起了淡淡青烟。 紧跟着,一道道剑气,由四面八方斩来。 这特么什么神仙身法,韩非一直觉得,夏小禅的瞬移,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牛批的战绩之一。 谁知道,这又冒出了一个极为古怪的女人。 韩非手中的绣花针舞得如同风火轮,叮叮当当地挡下了大量的剑气。 同时,她的精神感知扩散,眨眼间,扫过方圆数百米内的寸寸地方。 让韩非疑惑地势,她明明能感觉到那白衣少女,可对方的移动速度太快了。 不对,这些烟雾有问题。 嘿,韩非嘴角勾起,左手抓起磨刀时,对着那些凝聚的烟雾就是一阵猛拍。 期间,虽有几道剑气落在自己的身上,但韩非并不在意。 那些剑气只能在自己的身体上留下一道淡淡的血痕罢了。 一个神韵术,几夕时间就好了。 当那些青烟被拍散,白衣女子果然出现,剑指韩非。 韩非笑道,姑娘,你实力是不差,但是还打不过我。 不过,我跑得没你快,却是实话。 大家各走各的,互不打扰,如何? 白衣少女嘴唇一抿,你如何发现烟雾有问题的? 韩非痴笑,我又不傻,那些烟雾虽然在浮散,但你每次落点都在那些烟雾之中。 这说明,你的速度是建立在这些青烟之上的。 没有青烟,你还能往哪儿去藏? 白衣少女,接我一剑,剑出,有风雷乍响,韩非的面色微微一变,好强的攻击。 韩非可以清晰地感觉到,就这样的一剑,完全不比王二剑那凌厉的剑势弱。 可以说,还要更强上三分,抱,韩非的长棍直击,毫无半点花哨,对着那带着风雷虚影的蛟龙剑势,就轰了出去。 轰猛,轰鸣升起,白衣少女往后退了三步。 她的眸中露出奇光,终极垂吊者,韩非嘖嘖一笑,小丫头,早就跟你说了,我是三太虚愿不是知其才。 我这个境界,你不懂,去去去,一边玩去,韩非刚想走,然而那姑娘第二剑又来了。 这一剑更强,比第一剑强了五成不止。 卧槽,韩非顿时无语,脚下一点,王霸玄咒涌出,再次将这少女击退了数十步。 甚至于,她的嘴角都有鲜血一出,咦,你用了秘法,韩非,用秘法怎么了? 又没用你家的秘法,要你管,白衣少女美眸一冷,再见我第三剑。 第458章美女舔道者,韩非也不清楚,这少女究竟是哪个大宗的弟子。 但是,就眼下的这份实力,比之王二剑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那一剑挥出,是真的有一条蛟龙虚影冲来。 那蛟龙两侧有风雷玄色,电弧闪烁,黄黄近三十米长,来势汹汹。 直至此刻,韩非彩脸色变化,将绣花针换成了银血刀。 拔刀,相比于那白衣少女的风雷恶骄,韩非的一记拔刀术可谓是朴实无华。 但是,那闪耀的刀芒,却顶着那风雷恶骄,一路横劈。 斯拉,海浪在倒卷,将韩非的衣衫头发直往后掀去。 于滚滚浪潮中,韩非一步步踏水而进。 在她的视线里,白衣少女又出了一剑。 装剑连斩,才堪堪地抵消了自己的这一次拔刀。 不过,正在那会儿,六门阵再次发动,这一次,可确确实实将这姑娘给关了进去。 扑,少女小吐了一口血,身后一匹白色海马浮现。 一道光辉洒落,竟然是一种堪比治愈术的力量。 韩非的视野中,信息展示,您称青云居攻略寒的灵魂兽,介绍一种海马血脉,速度极快,身姿飘逸,可发出寒冰箭气。 其速度之快,施展水月追云术后,尚可追青云,下可比蛟龙,不可小觑。 等级35,品质传奇,玉寒灵气2602点,食物藻类,虾类,浮游,战绩水月追云术,玉寒魂力808,对驻刚刚成年,水月追云术的力量无法全部发挥。 韩非有些讶异,不是说,传奇类生灵,极其难得的吗? 这特么都第几个了,而且,这龚悦寒的天赋灵魂兽,竟然是一匹海马。 韩非还真特么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海马。 通体洁白,头生独角,似乎还生有双翅,只是并未展开。 身上,有一圈一圈淡红色的细纹点缀,这特么漂亮得过分了吧。 龚悦寒正愣愣地看着韩非,他从未想过,自己有一天被人越级挑战了。 而且,对方看起来,是那么地轻松写意。 龚悦寒,你的秘法,刚才让你爆发出了多强的力量。 韩非的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意,实际上,他的内心可一点都不平静。 四倍,刚才他用了八成十力,钻下来,可不就是正常状态下四倍的力量吗? 然而,这么强大的力量,被眼前这少女两件就挡下来了。 韩非几乎可以料定,这姑娘,绝对还有更强的保命绝技。 韩非心里不由得出现一丝紧迫感,虽然刚才的后一招,龚悦寒似乎也用了某种秘法。 但是,如果龚悦寒,王二剑这些人拥有王霸玄咒这样的秘法,又会如何? 恐怕,那时候,自己只能灰溜溜地逃命了。 否则,鱼人武被力量一出,自己还是被压着打的命。 却见韩非走上前去,过路劫财,不取性命。 交出吞海贝,放你离开,然而,那白衣少女却没有半点慌张之色,你很强。 即便不用秘法,也可以算是太虚愿的一代天交了。 不过,我的吞海贝,你就别想了。 韩非翻白眼,什么叫我就别想了,我想想,又怎么了,说着,一张禁灵网就从天而降。 这少女一见禁灵网,顿时面色一变,你哪来的禁灵网? 六门海星,快点,快点,来人了。 韩非一听,连忙冲进六门阵中,这会儿,哪还管他什么怜香惜玉,先抢着吞海贝再说吧。 韩非恶狠狠地说道,是你将吞海贝交出来,还是我自己拿。 公月韩一听韩非如此霸道嚣张,当即抿着嘴巴,我的同门姐妹就要来了。 你走不掉的,你抢了我,更走不掉。 韩非脸色一横,你就是不想给,是不是,多漂亮的一小姑娘,咋就那么抠咧? 说着,韩非就伸出了她的咸猪手,公月韩顿时花容失色,喂,你干嘛,你无耻, 但是,韩非无所谓地道,放心,小爷对你兴趣不大,只对你的吞海贝有兴趣。 公月韩还用双手捂住胸口呢,那边,韩非已经把她的耳环给摘了下来。 公月韩,公月韩都猛了,从小到大,哪见过这等流氓? 以前,男生见到自己,要么躲得远远的,要么就跟在身边不肯走。 但独独,没有人这般对待过自己,眨眼间,公月韩的两枚耳环,就被韩非给摘了。 然后,腰间的一枚佩玉,也被韩非给摸了。 贼子,你助手,韩非哼哼地拽起公月韩的小手,一把将她腕子上的青玉色玉琢给撸了下来。 然后,看向公月韩,吞海贝,是我拿,还是你拿给我。 公月韩看着韩非,眼神惊恐,韩非一见远处都有人引来了,连忙就伸手准备自己掏。 反正嘛,她琢磨着,夏小禅也不在这边。 而且,自己的目标可是吞海贝,仅此而已。 我给,我给,公月韩感觉自己都快崩溃了,眼泪都掉了下来,你不准看。 韩非无语,废话咋这么多呢? 你是不是想拖延时间,我看你什么我看,公月韩蹲在地上,慢腾腾地掏出吞海贝,却被韩非一把抓了过去。 还没等韩非起身,只听忍处数十道传音飘荡而来。 恶心,放了月韩,大胆狂徒,今日要斩你于刀下,太虚恶徒,你死定了。 师姐,你对我师姐怎么样了? 韩非起身一看,四面八方已经有七八个人到了。 关键是,其中一人,竟然也穿着太虚恶的衣服。 此时,有人正用刀指着那名太虚恶弟子,说,这个家伙叫什么名字。 日后,必叫他跪在御仙宫门口,忏悔今日所犯之错误。 那太虚恶弟子也猛了,不过,当他看向韩非后,整个人都是一猛,我不认识他啊。 韩非当即脸色微变,糟了,自己用的还是黑无常的脸。 之前,他也没想过,这么快,就会遇到太虚恶的人。 所以,他根本没往这查上想,可旁人不这么认为,你放屁,你太虚恶的人,你会不认识。 韩非集中生智,师弟,我冤枉啊。 你要相信,师兄我是清白的,我们只是正常的战斗而已。 只听那太虚恶弟子怒道,你叫谁师弟呢? 我明明就不认识你,你师成何人,此次历练,为何我不曾记的人群中有一张你这样的面孔。 韩非后这脸皮道,师弟,是这样的,因为师兄我天资太过出众,故而隐于太虚恶前修多年,一直都是院长亲自教授我的啊。 你不认识我,这实属正常,但是,我堂堂太虚恶弟子,岂能被如此平白冤枉? 那名太虚恶的弟子也迷了,真是这样的吗? 院长亲传的弟子,这可能吗? 不过,那可是龚月寒啊,连玉先公的天之教女龚月寒,都败在了这人手下。 难道,这真的是本门隐藏的爵士天教? 诸位,这人,龚月寒刚想说话,却听韩非传音,你再说半句话,我就把你衣服给撕了。 你信不信,一听这话,龚月寒哪儿还敢再说半个字? 脸上气得轻一阵,白一阵,红一阵的。 韩非顿时把姿势一摆,不苟颜色道,胜败乃兵家尝试。 本来,我是准备放了他的,但是,这会儿,你们这么多人二话不说,一图为杀我。 好,今日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,谁能在我手下撑过时兮? 人,我放,吞海贝,我不取。 时兮,有人闻言,谁知道你说话算不算数? 韩非冷哼一声,我太虚愿弟子,岂有说话不算数之理。 儿等也算名门之后,今日,我太虚愿范大统,在此正好将儿等横扫,以养我太虚愿之威名。 阵外,那名太虚愿的弟子闻言都弄住了,这风范,好像是挺有绝代添交的味道的。 就是,这个师兄的名字,范大统,这也太难听了吧,结果,那边才刚有人一动,就听龚月寒道,不要信他。 他实力很强,你们根本不是对手,很强,当时,这些人就是一愣,搁别人说出来,他们还不太服气。 但是,这话从龚月寒嘴里说出来,众人不得不认真对待。 韩非呲牙,顿时看向龚月寒,你闭嘴,这是正大光明的挑战。 你在说话,我立刻就把你吊起来打,你信不信? 哼,龚月寒扭过头去,这人简直无耻之由。 他生平,都未曾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,第459章将群殴变成单挑。 韩非见一群人都没了动静,那还能忍。 只见韩非顺势就走出了六门阵,棍指众人,来,武西。 谁能在我的手下撑过武西,我立刻放人。 我不仅放人,我范大统立刻离开入海平台。 但是,谁输了,立刻留下吞海背,然后给我滚蛋。 韩非傲然而立,心中却是在想,反正我又不叫范大统,输了我救。 换成李寒一,阿T,入海平台上,李寒一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喷嚏。 他很郁闷,最近,总感觉浑身哪哪都不对,差点就被韩非因死了。 这会儿,难不成还要生病了不成,自己都垂掉者了,要是生病了,岂不是要给人家笑死。 话说,韩非此刻霸道嚣张的势头,让太虚愿的那个弟子半点脾气都没有。 那人暗道,果然不愧是院长的亲传弟子啊。 这威风,这气势,这自信,看得自己都心头激荡,不能平静。 这会儿,他还在想,玉仙公又如何。 玉仙公公认得天之娇女,不还是败在了我太虚愿的门下。 他甚至可以预料到,这一次,若韩非能以此王霸之气迎战对手, 只待回归千辛城,太虚愿就将封头无二,甚至能隐隐和天剑宗欲先公其名。 韩非一看众人犹豫不决,顿时怒道,你看看你们,还枉称大宗子弟。 若是连武戏这么短的时间,都顾敢应称,而等谈何成为强者。 当即,有人面色一红,我来,归人封逢一飞,讨叫太虚愿做下饭大桶。 韩非昂着脑袋,善,话说,那逢一飞用的武器竟然是一把扇子, 灵魂兽是一只臂朝规,两只契约灵兽分别是刺猬蜂蛇和蝶心虫。 只见那扇子义武,漫天飞针击射而来。 而那蝶心虫的特性就是闪烁,所以这少年有一定的底气, 觉得自己有闪烁的能力,并能撑过武器。 然而,让众人震惊的是,韩非竟然掏出一把长弓, 闭着眼睛就是连续三剑。 韩非没敢用战魂功法的第六剑,他怕自己直接把人给灭楼。 不过,战魂功法的第五剑,应对巅峰锤吊者是绰绰有余了。 三剑齐出,那也是近万点的灵气呢。 轰轰轰,虚空中,箭矢于三处爆裂。 三剑之后,那人直接躺在地上,衣衫破碎,鲜血狂喷。 呲,三膝时间,韩非就将归原封的弟子给战败了。 这份实力,直接让在场所有人都肃然起敬。 顿时间,没有人再怀疑韩非的身份了,他们绝不相信,一个寻常之辈,能有这份实力。 太虚院的那名弟子,先是疑惑了一下,咱院长,还会叫战功绩。 不过,他转念一想,院长那么厉害的人物,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。 定是师兄太过优秀,院长才清传此类额外的战绩。 禁令网中的龚越寒,此刻瞪大了眼睛,那家伙,刚刚明明是用棍和刀来的。 这会儿,又用功,而且还这么强,龚越寒看呆了,其他人更是老早就看呆了,这特么,是太虚院隐藏的大杀器吗? 独独太虚院的那名弟子,此刻红光满脸,那表情激动的,就像是自己打赢了一般。 而韩非呢,表情平淡,云淡风轻地收起了碧海游龙宫,吞海背。 冯亦非面色战红,气息不稳,脸上显满了尴尬之色。 只见他将吞海背丢出,脸色轻一阵,红一阵地就淡化在海水之中。 下一个,韩非环视众人,高傲得都快把下巴抬上天了。 人群中,又有一身高马大的男生站了出来。 山海阁徐伟,冰甲师,秦指教,韩非上下打量了一下,这特么都出现第几个大宗了啊? 第七个了吧,千辛城真的就那么大,能容得下这么多大宗? 韩非,你这个,兄弟,你今年多大啊? 徐伟,今年十六,韩非扯了扯嘴,你这身板,看起来像特么二十六的。 十六岁长成这样,会找不到女朋友的。 徐伟,韩非这次用的是绣花针,对徐伟道,来。 却见海水骤然激荡,冰甲和李霞光四溢。 韩非眉头皱起,这特么跟你标形大汗的身板,也太不相符了吧。 人家小姑娘,才搞这些花里胡哨的,你这大男人,不嫌怪异吗? 话虽如此说,可韩非却没有半点怠慢之意,因为那霞光之中出现一个又一个圆轮。 韩非眼皮一抖,金轮法王吗? 这个好像有点猛,当当当,韩非身法诡辩,唯美以毫离之差险臂金轮。 在众人眼中,韩非身形如影,正在飞速接近徐伟。 而徐伟则嘴角含笑,天轮舞,乍时间,来到金轮涌出,覆盖四方,疯狂脚向韩非。 韩非一脚点在一只金轮之上,身体浮空向上,身后片片金轮纷纷上涌。 话说当韩非直上数百米后,磨刀石横空变大数十米,硬生生顶住了那些金轮。 卡卡卡,韩非面色微微一变,磨刀石上灵气滚滚,瞬间炸开,水泡掀起,一根琴天大棍从天而降。 速度之快,吓得徐伟连忙百轮回流,用以格挡。 然而,徐伟太小去绣花针的重量了,这也就是韩非,割别人,在场之中有没有人能拎的动绣花针,那都是个问题。 所以,这一击之下,徐伟直接栽倒,爬不起来了。 却借于先攻另外两名女弟子中的一人,连忙给徐伟施展了治疗术,这才让其伤势稳定。 整个过程,探似凶险万分,但用电光火石来形容也不为过,也就是韩非躲避金轮花了点时间。 刺激,徐伟败,经历逢一飞和徐伟的战败,其他人都有了退役。 那个口口声声喊着,要将公愿含救出去的少年,这时候屁也没放一个。 韩非用绣花针指着他,来,刚才你预展我,如今,我再让你一分,我站着不动和你打,五膝之内,你撼动我一分,便算你赢。 韩非是个小心眼,刚才喊得最凶的就是这家伙。 这会儿,不打他,韩非的良心都过不去。 只见那男生脸色发白,这家伙特么难冒出来的。 也太生猛了吧,张海格的人,出了名的力大无比,身强体壮,一棍子都接不住,自己能接住吗? 而且,他看见韩非忽然把棍子收了起来,掏出了一把菜刀。 是的,他确定没有看错,那绝对是一把菜刀。 那么短,也能防御,公愿韩翻白眼,他认为菜刀才是范大桶最强的。 不过,这一次他没准备出声提醒,因为那个男生,他不喜欢,还经常会烦他。 他琢磨着,被韩非教训一顿也好,反正嘛,韩非作为太虚愿的弟子,又不会真的下杀手。 狄顺,上啊,范师兄只是防守而已,翟顺很无语,你特么怎么不上? 越是这种牛逼轰轰的样子,我才越不敢上好吗? 人家范大桶是院长清传,我呢,我特么距离那种级别的,还差好远呢? 但是,男人这种生物,死要面子活受罪,在自己的女神面前,这会退缩了,以后还有什么脸去追女神。 所以,翟顺决定,即便是输,也要输得壮烈,输得有气势。 因为是韩非主动提出,只要撼动他就行了,所以,翟顺直接放弃了那些花里胡哨的战绩,人就站在那边,打过去就行,这是比拼攻击能力的时候。 然后,弓,长枪如龙,灵气密布,枪身还有蜈蚣虚影,海水爆裂数次,翟顺的一枪刺了过来。 只听韩非忽然传音众人道,师弟,今天师兄就教你一个道理。 攻击是最好的防守,这是院长教我的。 抓,拔刀,刀毛一闪,枪势瞬间破碎,翟顺大惊失色。 眼看那刀毛像是要斩了他一般,还特么女神各毛啊。 却见他立刻就掏出了护身杖,当,护身杖之上光影一暗,翟顺双脚在地上滑行出数十米远。 扑,孤独,这一幕,看得周围一群人狂咽唾沫,这还打个毛。 这也太凶了吧,唯有那太虚愿的弟子连忙拱手道,师弟谨遵师兄教会。 第460章范大统,我记住你了。 韩非三战完胜,准备继续挑战的时候,很多人退却了。 有人道,范师兄,你是太虚愿院长的关门弟子,何必为难我们呢? 这次事情,就此作罢如何? 律仙宫的两个小姑娘也道,范师兄,我们带师姐离去如何? 只见韩非双手背后,一副高深莫测地说道,修行者,敢战,必战,一应怯懦惧是心魔。 你们不懂,但我懂,我不能让你们留下遗憾,所以,这战斗必须打下去。 众人,却听韩非忽然道,我,对了,师弟,你也要战,但师兄不会要你的吞海贝的。 啊,太虚愿的那个弟子脸色一僵,心里委屈的不行,自家人也要打。 啊,韩非案里传音,放心,我出来前,师父有交代。 这一次,定要立压其他宗门,但又不能伤了和气。 师兄我能怎么办?师兄我也难啊,只听那人回应,师兄,我理解你,好,我一定打得有模有样,让他们发现不了任何破绽。 韩非案案赞赏,师弟的思想觉悟高,这次回宗,师兄一定在师父面前大大的赞扬你。 那太虚愿弟子那是一个内心激动,简直都要感激涕零了。 这不,表面上还得装得若无其事,不过,他看向韩非的眼神,已经充满了感激。 被韩非强势压着,这些人跑也不是,不跑也不是。 跑了,剁了自家的威风,不跑,百名了打不过来的。 可是,碍于面子,这些未经世事的大宗弟子,全都选择了留下。 于是乎,一个,两个,七个,不一会儿,七个人留下了七枚吞海贝。 只有一个太虚愿的师弟没有走,韩非虚了一下,然后让六门海星收了六门阵,自己收了禁灵网,笑意盈盈地看向龚越寒。 冒犯了,无耻,韩非正色道,修行意图,本就这般,如何来无耻一说。 我犯大统,行得坦荡,所行所为,但求一个问心无愧。 你不懂,我了解,将来你就懂了。 龚越寒红着脸,哼了一声,身影渐渐淡化了去。 等到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,韩非这才暗松了一口气道,师弟,恕师兄眼拙,师弟怎么称呼? 师兄,我叫纪文轩。 韩非淡淡点头,怎么就你一人在此,我太虚愿其他人呢? 只听纪文轩眼神微微疑暗,师兄,咱们太虚愿这次和山海格在第188层的时候碰上了,战了一场,当时就出去了十几个。 后来,陆续在197、198和199层又出去了几个。 最后,只剩下我和另外五人进入了第200层。 这不,有一个人被莫非淹弄出去了,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。 韩非一听,自己送出去两个,加上眼前这个纪文轩,那应该还有两个人才对。 韩非微微点头,是即,第200层只适合你们修炼。 去了201层,难度恐怕要远胜于此,倒是不可忘去。 只听纪文轩道,师兄,为何你是独自前来? 你要是之前就跟我们一起来,定能率领一大批人,进入200层的。 韩非常看,这自然是师父叮嘱我的。 他说若是由我带队,你们必定得不到什么历练,这才让我独自前来。 而且,师兄历练至今,可不是为了区区200层来的。 据文,曹天此时很可能已经破置250层。 对了,还有堂哥,你可曾见着。 我在第199层时,与其大战一场。 此人着实厉害,消耗掉我不少资源,否则师兄也不至于豪夺他人的吞海贝。 一听韩非竟然和堂哥大战,继文轩顿时大惊,师兄,你遇上堂哥那个凶神了。 可有受伤,韩非微微摇头,受伤倒是不至于。 不过,此人甚是强悍,师兄我倾尽全力,也只能与他占了一个平分秋色。 哎,啥?师兄你跟堂哥打平了,韩非洋装压抑,还好,勉强战至平手。 否则,也不至于来到200层。 对了,你可曾遇见他。 继文轩很是兴奋,这特么自己这便宜师兄,到底是得有多厉害啊。 战平天见宗的堂哥,战胜于仙宫的龚越寒,似乎还想直追曹天。 光是这等气魄,就让他心神荡漾。 继文轩,倒是不曾见过堂哥,此人向来是独来独往的。 旁人遇见也只会绕着走,只怕此刻已经到了201层了吧。 韩非不知可否,又问道,那王二剑可曾遇到。 第199层与其有过一面之缘,他似乎还带着曹家小胖子。 继文轩眼睛一亮,师兄,你和王二剑也打过了。 韩非微微摇头,倒是不曾,当时没空跟他打。 不过,此人甚是剑气凌厉,应该是个不错的对手。 继文轩,道,师兄,你定能胜之。 王二剑可打不过堂哥和龚越寒。 不过,这二人道也不曾见到。 韩非心里吐槽,你特么怎么谁都没见过。 那我要你何用? 只见韩非眼睛微微眯起,继师弟,目前这两百层人还多吗? 师兄如今需要去抢夺一批吞海贝,你看我得去向何处。 继文轩压抑道,师兄身上的吞海贝,还是不够吗? 韩非微微摇头,一旦进入第201层,后面的人就会变得很少。 师兄虽然有些备用,但只怕并不够我支撑多久。 若想追上曹天,只怕还需更多的资源才是。 却见继文轩掏出自己的吞海贝,韩非看着心动, 不过,他并不清楚这是不是试探。 毕竟,师兄抢师弟的资源,这好像特么有点不像话。 韩非却摇头道,师弟,师兄还不缺你那一枚吞海贝。 告诉我,其他人之所在,我一一去拿便是。 继文轩不由感叹,高手说话,就是特么的不一样啊。 虽然这师兄才终极垂吊者,但刚刚那份实力,他可是都看在了眼里。 简直强到没有朋友的那种,看不上他的吞海贝,也是理所当然的。 只听继文轩道,师兄,如果你想抢吞海贝,那就绝对不能走这边。 说着,继文轩还用手指了指韩非的左侧,然后道,那边聚集了不少人,村木莫飞烟好像都在那。 还有一些听见宗,无声门,归原封的人也不少。 韩非,姨,他们都聚集在一起,干嘛,继文轩耸奸,大多数人都是在献祭,和召唤生灵战斗修炼。 至于孙木那些人,是可以进去两百零一层的,但是不知道为何偏偏留在了这里。 韩非微微点头,行,我知道了,那我便从另一边先抢过去。 至于孙木这些人,等最后再去会一会他们。 继文轩压道,师兄,你还准备对孙木他们动手。 韩非微微一笑,见识见识也好,我太虚愿要想耍点威风,可少不了这些大祖子弟的衬托。 师兄豪气,吃地过奖,韩非思考了一下,要不要直接把这继文轩送走。 但是,又想了一下,他不太确定太虚愿还有没有人在。 到时候,自己也可以拿这继文轩当幌子,这才打消了送他出去的心思。 韩非,继师弟,你在此好生历练,师兄我在这地两百层绕上一圈再说。 继文轩抱拳,师兄小心,韩非,师弟努力,韩非走了,按照继文轩指的人少的方向。 至于继文轩,管他呢? 估计等他出了这入海台阶,会想着劈死自己的吧? 实际上,不是继文轩想劈死他,而是龚悦涵和那些大宗子弟想劈死他。 入海台阶上已经炸锅了,千辛城各大宗门的人都被打出来了,不是一个两个,是一片一片。 当龚悦涵出现在入海台阶上的时候,很多人都猛了。 很多人生意都不做了,就跑过来围观了。 群常人不认识龚悦涵,但是那些大宗弟子知道啊。 呲,不可能吧,有人连忙对着龚悦涵喊道,龚师姐,你这是有事出来的吗? 龚悦涵一猛,各大宗门的人,都特么急了。 哪家都没有落下,各色的服饰都有,龚悦涵刚到岸边,就有欲兴公的女弟子跑了过来,师姐,我们被骗了。 嗯,几个小姑娘叽叽喳喳道,那个范大桶,根本不是什么太虚愿院长的关门弟子。 他是一个大恶人,在三级渔场号称黑白双煞,无恶不作,烹人而食。 现在,正挂在龙船的追杀榜上呢? 龚悦涵,片刻之后,龚悦涵连气的通红,一双玉手捏成一团,心里暗道,范大桶,我记住你了。 我还不要